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连续三天共五个场次 透过戏剧 落实匹德教育 也让小朋友们认识剧场礼仪 最大声 小学旁一 麦造玩具小偷 老师觉得他们心情怎么样 很兴奋 就是很期待这处的演示 那因为有的小朋友他还没有上这个剧团的 看剧团的初体验 今天是他们的初体验 再大声一点 好开心 小朋友们直说好开心 因为市政府邀请全市的大班小朋友 到基隆表演艺术中心观赏儿童剧 小朋友们每人手拿一张入场票券 在老师的带领下 有秩序的从入口进入演艺厅 体验过程充满教育意义 还有跟孩子的互动 他们今天来都很开心 真的很谢谢有这个活动 会前几天开始期待 我们会很期待 我们会跟他们开始讨论说 你们会觉得会 因为我们有跟他们讲剧名是什么 他们觉得说 你们觉得这个在演什么呢 他们就会有天马行动的一些想像想法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是不是跟我们想的一样 对 然后会跟他们讨论说 来看戏要注意什么事情 对对对 包括从游览车啊 然后到戏剧的现场 对 然后还有等待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事情 还有跟戏剧的演员互动 因为我们就会在很前面 所以我们有跟他们提醒说 就是互动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礼貌 对对 今年由如果儿童剧团 带来精心策划的儿童剧 在小朋友热情的呼唤下 四只可爱的小恐龙一一上场 故事主要是传递分享的快乐 市长谢国良也亲自到场 与小朋友同乐 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是强哥啦 我强哥喔 不是美国奶奶 感觉是强哥 你是看我们节目长大的 对对对 太好笑了 今天很高兴 我们乍至强强哥 是 来参加我们的很有意义的 这个儿童剧场的体验活动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在基隆 基本上就是 可以说全面式的 让孩子在基隆长大 甚至让外地的父母 带孩子到基隆游玩 都能够有一个好的体验 舒适的环境 跟一个很多元的玩法 那今天的这个活动也是如此 谢谢强哥今天的到来 跟我们增添光彩 谢谢 谢谢市长 谢谢 也希望有机会能够 更多的艺术工作者 表演艺术家 或者是其他的各类型的艺术工作者 在基隆 能够为小朋友 为同学们来互动 来交流 基隆其实是 一直是我们很期待在这边 能够展现的舞台 这个剧场体验活动 也特别邀请伊甸基金会 早聊班学童共同欣赏 将艺文欣赏 融入爱与分享 而从现场观察 透过剧场的互动 也让小朋友 能学习剧场礼仪 落实品德教育 借此学习到课本以外 宝贵的知识和经验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由基隆市政府举办的 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活动 进入倒数 市府发言人于志明 呼吁市民和游客 把握机会 赶快来基隆品尝 卤肉饭美食 色香味俱全的卤肉饭 让人食指大动 基隆市政府首度举办的 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活动 已经进入倒数阶段 市府发言人于志明 呼吁市民和游客 把握机会 来到基隆品尝卤肉饭美食 也上网为心目中的 卤肉饭店家投下一票 如果说想要知道说 我们卤肉饭的 这个合作的优惠店家的话呢 大家首先可以先在 我们的Google搜寻的页面 来搜寻我们 基隆卤肉饭王者争霸 然后点击第一个 就是这个ET Today这边的 活动网站 到了活动网站了之后呢 大家可以先找到 最右边的合作店家 合作店家 就会看到一个 云端的一个PDF档 上面总共会有 40家合作的 这个卤肉饭店家 那当中的优惠呢 不外乎大概有三类 那第一个是 他可以限折5块钱 那第二类呢 他大概是就是 他会赠送你小菜 那第三类的话 他是有限量的 赠送你小菜 大概是这三类 就是说民众呢 可以透过 如果说你今天很想 跟朋友吃卤肉饭的话 可以来这边搜寻 然后呢 也可以在现场 来进行一个折抵优惠 那除此之外 如果说你对卤肉饭非常满意的话 你也可以来 参与我们这个 网站上面的一个投票的活动 我们一样来到官网 按到我们的投票专区 就可以进行投票 那你可以在 这边他会有一个搜寻的一个选项 你可以打散 你喜欢的这个卤肉饭的店家 打上去之后 就给他投票 那其实可以发现说 我们基隆其实真的是一个 非常有人情味的地方 因为其实我在上个礼拜不久前 就是我到我们庙口 就是有一个专门卖羊肉的卤肉饭的店家去吃 那吃完之后呢 老板直接就跟我说 说我们现在有在办活动了 就是只要 就是会有折抵五块钱 这样子 你不用出示任何东西 店家就会直接告诉你说 我没有在办活动 于志明也分享 日前主持市府的广播节目 基隆Podcast 邀请500万评审 也是台湾文史作家 曹明宗老师 提到基隆卤肉饭可分为两大门派 有兴趣的民众可收听节目 来深入了解基隆的卤肉饭特色 这个也是曹明宗老师 他个人的一个分类的方法 我其实觉得也非常的惊讶 就是说 在基隆他把它分为两大 卤肉饭两大门派 第一个是酱甜派 酱甜派的话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 大家最知名的天意香卤肉饭 那他也特别去强调说 其实天意香31号 跟29号卤肉饭专家 其实他们两家是细出同源 只是呢之后发生了分家的一个状况 这是以酱甜派为主 酱甜派特色就是 他会在卤肉饭的酱汁当中 会加入一些糖 所以你吃完之后 会有甜甜的感觉 那另外一派呢 就是所谓的酱香派 酱香派顾名思义 他就是以酱油的这个基底 为他的这个基础 那可以知道说他就是 他就是完全是没有甜的 他是单纯是以酱油的香味来带出他 卤肉饭的这个整体 那他的始祖的话呢 就是光复肉根 基隆首度举办的卤肉饭王者争霸活动 积极推广数名同版美食 欢迎民众把握最后倒数机会 来支持心目中的卤肉饭店家 记者黄瑞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副总统候选人吴欣宁 昨天到基隆庙口奠记公合体参乡 与民众合照在国门广场开讲 来到基隆艾斯路夜市 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宁 才下车 受到支持者热情欢迎 谢谢 走到甜点摊位前 当然不能错过只有美食 还拿起麦克风向民众预告 各位基隆庙口的朋友们 大家好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宁 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 是我本人今天晚上特别来到 基隆庙口 在这个附近呢 跟大家打声招呼 我们待会7点 7点的时候会在庙口前面集合 我跟柯主席都会在这边 希望朋友们如果空的话 来听听我们演讲 来支持我们 谢谢你们 祝大家 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然后跟大家先拜个早年 龙年快来了 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后门都来了 财员滚滚 大家在这边赚大钱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而在基隆庙口 电机公广场 早就挤满热情的支持者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 与副首吴欣宁 在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的陪同下 到庙里上香祈福之后 随后来到广场 受到民众热情欢迎 谢谢 谢谢 而民众党 在国门广场 举办了民众开讲 包括党内药角 黄国昌 黄珊珊 都陆续上台 晚间七点左右 国门广场 已经涌进上千位民众 不过基于政府总统 候选人安全考量 民众必须在广场外 先进行安检 才能进入管制区 我希望说我们一起努力 改变就会成真 还有一个 我们一起努力 你知道 我们可以留下一个更好的 台灣给下一代 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 所以 这次选举真正的目标 我们要把国家迎回来 再重新交还给人民 所以 义无反顾 拼于彻 真的 义无反顾 拼于彻 相信美好台湾 会在我们手中实现 好 谢谢大家 临近金融港的国门广场 夜晚特别寒冷 只剩下13度 但支持者热情不减 选战进入最后的关键 民众党政府总统候选人 首度合体基隆 也让支持者更有信心 赢得最后胜选 记者 黄少铭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 内政部长林又昌 再次回到故乡基隆 同陪同民进党立委候选人 郑文庭 与王振旭 到基隆清安宫参拜 希望全力冲刺 拼逆转胜 内政部长林又昌 与民进党基隆市立委候选人 郑文庭 部分区立委候选人 王振旭 在清安宫主委 同时也是国策顾问童勇 及基隆市议会议长 同志委 与多位党籍议员陪同下 向基隆市区信仰中心 清安宫妈祖前程上香 在选前最后关头 郑耀昌再次回到故乡 为郑文庭辅选 希望在基隆妈的加持 与自己过去在基隆八年 推动建设的成果 能协助党籍候选人 获得更多市民肯定支持 清安宫是基隆的信仰中心 所以在选程三天 我们还是回到清安宫 跟妈祖来祈求 赖金仁总统 还有我们所有的候选人 都能够顺利的高票当选 同时我等一下也会陪同 郑文庭 还有包括我们的王医师 这个车队小街 希望在最后的阶段 再争取所有选民 大家的一个认同跟支持 再次呼吁 希望能够这个 所有基隆市民 增亮眼睛 集中选票支持郑文庭 还有我们赖金德总统 让基隆的未来的发展 能够在这个总统的一个加持之下 然后在立委的一个帮忙之下 继续往前走 对于林佑昌部长 多次返乡辅选 陪同扫接拜票 周文庭非常感谢 有呼吁基隆市民支持 和大家一样出身平民 没有政治家族利益 包袱了自己 因为我们非常坚定的 要为台湾的自由民主 以及国家的安全 继续来守护台湾 那过去我们基隆 有林佑昌市长的一个建设 让基隆人找回荣光 换了一个公子当市长之后 我们基隆马上市政调车尾 未来基隆绝对不需要 再一个公子来当立委 拜托大家 一定要支持 来自基层 来自平凡家庭的郑文庭 才能够照顾所有的基隆市民朋友 另外针对国防部首次对中国发射卫星 发送国家级警报 在选前四天的民侃时刻引起争议 林佑昌表示 任何警报都有它的必要性 主要是提醒民众 虽然一开始讯息有点小错误 不过国防部已经及时修正 所以他还是支持肯定国防部的做法 任何的一个情报 其实都有它的一个必要性 因为台湾面临的是一个 这个多样态的一种威胁 所以我想第一个 基本上是肯定昨天国防部 所发布的这个 紧急的一个情报 我想这也是提醒民众 那高空的一个 不管是发射什么 只要是经过这个 我们的一个上空 他万一如果是故障掉落下来的话 还是又会有发生相关的一个危险 当然 在第一次的这个发放的里面 讯息上面有一点点小错误 那不过国防部也已经 很诚恳的去做了一个 致歉的一个回应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基本上是应该肯定 那有一些小恰痴 我想就立即把它做这个改正 那我想这一点 还是应该值得支持跟肯定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再带来看金融市长谢国良和 武党籍市议员张耿辉及里长们 特地一起陪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 到欺读男星市场催票 距离2024总统及立委大选 进入倒数计时阶段 基隆市长谢国良和武党籍市议员 张耿辉以及里长们 特地一起陪同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 到欺读男星市场拜票催票 而提到1月9号政府突然发布国家警报 提醒中共发射卫星 越过台湾南部的事件 谢国良希望政府不要恐吓民众 台湾都平安永远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我们昨天在看这个警报的内容的时候 有看到它的英文是明确写Messile就是飞弹 那所以的确会让很多人心里这个吓了一跳 那我是觉得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啦 就是在选前其實不要做太多太敏感的作为 其实中共发射卫星跟我们的讯息上收到飞弹的 英文飞弹的警报 这中间是有很大的落差 那我觉得民众希望大家还是安心 好好维护我们台湾的民主 那政府部门也不要去恐吓民众 那这个我们希望台湾都平安 然后台湾永远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谢国良也表示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目前选情稳定 呼吁选民立委票投5号林佩祥 总统票投3号侯友宜赵少康 那我们这个还是请大家坚定支持3号的侯康佩 那佩祥的选情稳定 那我们也是最后再努力吹票 那我们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 也能够大胜对手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則表示 选前各种花招层出不穷 呼吁选民理性对待 选出对国家队基隆未来建设有帮助 能够争取权益的最佳候选人 选举到最后三天了 那我们会常常看到一些层出不穷的花招 那佩祥在最后面就呼吁我们所有的选民 然后理性对待我们这次的选举之外 然后选出一个对我们国家 对我们基隆未来是有帮助的 是可以帮我们做好事的 是可以帮我们到最佳权益的候选人 然后帮我们的基隆变得更好 陪同拜票催票的五党籍基隆市议员 张耿辉对于目前的两岸关系 和社会经济情况感到忧心 呼吁选民给国民党一个机会 重新执政 立委票投五号林佩祥 总统票投三号侯友宜赵少康 政党票投九号国民党 我想这八年当中民进党的执政 让我们不管在房价方面 在就业力方面 在我们薪水方面都很低 尤其两岸真的要和平的话 国家安定九岸的话 我们是要投给最好的三号 让我们国民党有机会再次的执政 让我们国家在安定中 两岸和平中 让我们百姓过着和平快乐的日子 我想五党的中间选票的市民 我们应该站起来集中选票 集中选票 真的我们不能浪费任何一票 唯有这样的话 我们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社会才会安定 两岸才会和平 三号五号九号三五九 三号就是我们的侯勘配 五号就是我们立委林佩祥 九号就是我们的政党票 拜托拜托 市长谢国良也非常感谢 五党籍市议员张耿辉热爱中华民国的态度 希望在他帮忙催票下 七赌的选情能够有很好的成绩 我们非常感谢张耿辉议员以五党籍的身份 但是热爱中华民国的一个态度 也站出来支持我们的侯康佩 还有我们的林佩祥 我们希望他的益助能够在七赌里面 能够再继续的获得更好的成绩 而看到市长谢国良等人在细雨中陪同林佩祥 拜票催票 许多民众也给予加油和支持 拜票结束后市长谢国良更展现身为爸爸的贴心和细心 转身向身后面的摊商感谢打扰之外 也趁机购买女儿小爱喜欢吃的蔬菜 请摊商协助挑选 带回家煮给小爱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郑文婷跟我一样出身频繁家庭 她投入立委选举不是为了家族立地 2024 基隆立委恳请唯一支持 郑文婷 每一天 我们从不一样的地方出发 开始我们不一样的每一天 我们不一样 却都也一样 一样勤劳 一样正直 一样有爱心 一样热心助人 一样客气 一样好客 认真的你 值得选出跟你一样好的 选一个和你一样好的人 赖清德 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我不是郑二代 不是破二代 我投入选举不是为了家族利益 而是为了基隆发展 信赖台湾 基隆启航 2024 立委 很请支持 郑文婷 主要这一代公司 我家的依然来下礼拜可 我可以帮我们家大扫一下 一下下就好 真不好吧 请趟喔 雇主聘用外籍移工 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罚还 我什么都没说喔 聘雇外籍配偶工作前 因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要带你来看 基隆吴党籍立委候选人王显芝 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 揭露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 为在暖暖区过港路收费停车场 有违法占用国有土地的嫌疑 对此林佩祥第一时间表示 若有侵占国有土地 将立即进行处理及赔偿 吴党籍立委候选人王显芝 在立委陈娇华陪同下 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 指出最近收到民众澄清 国民党籍立委候选人林佩祥 在暖暖区涉嫌不法占用国有地 这个地级图还有空拍图 两个叠图的结果 很清楚的看到它占用的面积 就是画红色斜线的部分 至于这个面积到底有多少 我们没有直接进行过 这个丈量跟测量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明确的知道 但是呢 我们在跟国产署联系的过程当中 国产署已经明确的 让我们知道这确实是有占用的行为 而且我必须要说 这件事情刚刚没有讲 它占用的时间 其实上是从1998年就开始了 也就是林佩祥在1997年取得土地之后的隔年 占用的问题其实就已经发生了 它从2014年 我再一次强调至少从2014年开始 这一块土地成为停车场以来 他们到底有得到了多少不法得力 这件事情我们觉得是必须要能够清楚的说明 针对王醒之召开记者会指控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林佩祥 上午进行扫街拜票之后 也做出了回应 今天早上的记者会 佩祥在此做出回应 我的确是那块土地三分之一的持有人 而从去年3月开始 佩祥就已经无偿 让另外一位持有人做出 对那块土地做出规划以及使用 佩祥已经鉴请国有财产局 去做出间介的动作 来厘清所谓的政府跟法律责任 而如果那块土地有任何不法 或有任何不当的产出 佩祥会要求使用者尽快做出改正 负起应有的责任之外 并做出一定程度的罚则跟赔偿 选战进入最后倒数 候选人们忙着拜票 礼拼最后胜选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再次来看二星高中广社科 第35届毕业成果站在校内展开 学子涉入各领域的设计成果 让人感受到捉摸不定的多面科技时代 很有看头 跟着基隆市的政策发想 这一组娱乐园 以全方位的思维 串联基隆十一助行娱乐 市长他推出了寿司城市 然后我们以这个为出发点 市长宣传的是寿司 然后我们想要宣传的是食鱼文化 以食鱼文化出发 这一款360度环绕基隆的设计 让人印象深刻 就扫描上去然后这样看 就是基隆围在身边的样子 就算你不在基隆了 但是你使用这把伞的话 就是还有一种基隆就在你身边的意象 留住回忆还有系列的周边商品 回想起这里的点点滴滴 可以制作经典的印章 这个是一些寿司的图案 然后可以印成背景 好像变成这样 商品都是跟基隆有关 并且都很特别 其余口味的蛋卷 还有海藻口味跟樱花虾口味的 学生设计四大主角 带大家从不同的领域探索基隆 打造一个具有独特插画风格的余都城市 另外这一组《怪盗德拉》 带大家深入在台湾高雄的原住民族 卡纳卡纳富族 创造我们自己的原创剧情 然后结合他们的一些文化 然后比如他们的一些祭典 什么之类的 然后将他们融合在一起 碰 然后就变成漫画了 真的很厉害 一百多页的漫画将推出电子版 要带领读者深入了解台湾的多元文化 而这一组《I-Star》 则以共享机车为主轴 《I-Star》它其实是 配合基隆士的一个 Go-go-ro的一个政策 那他们有是希望可以利用工艺的部分 透过手机APP的一个界面设计 那消费者可以透过手机去扫描 然后去租借这个Go-go-ro 那他可以透过工艺去换取 他使用Go-go-ro的一个实数 所以其实学生他们是有在 关注政策这个面向 关注政策 用设计力来打造家乡 还有学生关切器官捐赠的议题 期待透过设计 提高资讯不达率与正确性 同时也能突破器官捐赠 数量不足的困境 学生们还设计了系列纪念品 让生命可以无限下去 是不是我们可以留下影像 第二个就是它这个种子卡 它其实是有种子跟那个纸张 象嵌在一起 跟这个图结合 然后浇水它就会形成再发芽 细腻又耐人寻味的设计 唤醒一般人对生命的思维 结合多个领域 二型高中广社科 第35届毕业成果展 珠摸不定 让人感受这多变的时代 这一届的孩子其实都非常的有创意 那这一次主题聚焦在 有一些基隆的在地文化 或者是有一些新住民 原住民 那还有一些器官捐赠 甚至是基隆的政策 就是有一些工艺的活动上面 那主题其实蛮丰富 也很精彩 很让人家捉摸不定 真的很捉摸不定 设计展中还有学生以桌游的风式 设计破案游戏 颠覆师长的想象 到底谁是凶手 所以他们蛮有趣的地方是 他们是一个材料包 日报啊 然后有些线索啊 他就跟你说 谁到底杀了什么 谁杀了谁 那他会有很多的一些 线索跟一些机关 你要一个一个去做破解 像他左边墙面有很多的 红色的丝线 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曲折离奇的故事啊什么的 那每一个角色彼此之间 又会有关联 所以他会透过一些机密的文件 还有就是他们现场遗留的一些证物 然后请观众就是去推理说 到底谁是凶手 每一组设计都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校方鼓励学生坚持创作 为社会注入一股艺术美感 与城市美学 二性广色科的作品 每年都有一定的水准 那他们也会导入一些新兴的科技 譬如说这几年 我们可能在扩增实境 甚至于未来在虚拟实境 或者是深层式AI的导入 可能都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当然我们也会把校内优良的作品 进一步的优化以后 然后呢再引导他们参加国际赛 那我背后就是去年得奖的作品 然后进军国际赛 在德国红点也拿到了红点奖 二期高中广色科学子的优秀作品 《前进国际》让世界看见 这一档周末不定毕业成国展 三月将在市府一郎展出 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 结合科技与多元的创意盛宴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二六至二八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